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家车radio 今天陪伴着你的是我 曹沛 还有我两边的两位 猛男志豪跟大师兄 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左右为难组合 我才是左右为难 今天是南上加南 卓庆龙有白服 你个庆龙有白服啊 我不是白了他青了吗 青龙 青龙大师兄 对 那今天你们看到这个组合 就大概能猜到了 所以一边是我们的 蔚来教的信众 蔚来教 教主 你不是教主 你是信众 另外一边是研究所的 智能研究所的所长志豪 那么如果蔚来再加上 智能研究所的话 那得出来的就是乐道 对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下 乐道这个新品牌 跟它的新车型 其实我有个问题 混扰了我很久 就为什么蔚来要做乐道 这个新的品牌呢 因为我是想知道 其实蔚来卖的挺好的 他们车的利润率也高 是吧 一台生卖那么贵 还那么多人买 那个销量也不错 但是做乐道就是自己把车价给降了差不多有一半 然后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对啊 明明有那么赚钱的蔚来的车型 蔚来亏钱 天天被人说破产 那乐道不是更亏吗 兵哥反正天天喊亏钱 但是你算单车的话 你算单车的话 我就不算那是贵的 你最便宜的ET5T是多少钱 现在 如果巴士之后的话 20多万吧 不要算巴士了 就车价 不算巴士应该接近30万 对啊 接近30 那现在乐道L60 就那么大一台车 公布出来预售价二十一万九千九 对 那你算利润的话 肯定要比ET5要低啊 他成本也低啊 成本能低多少 但你想想他成本不是车那么简单 我觉得车主 大师兄肯定有发言权 那么多增值的服务 那么多这个那个的 就车以外的服务东西 那些体系 其实更费钱 而且成本要不是说你单纯的一个制造成本 你要看研发的成本 像之前你未来研究很多自驾的东西 研究什么平台的这种 包括研究换电的 你如果以前只有未来一个品牌的话 那你这些成本只能摊分在未来的每一台车上面 但现在不是 我现在乐道出来了 其实他还是用回他的这个新的平台 然后用回换电的技术 所以等于说他这个研发的成本 有更多的一个分摊的一个渠道 更多的车来去分摊这个成本 其实整体上大家的成本都会降低的 这个道理我懂 我就想问你一句 车主你有没有感觉到被被刺了 我一点都没有 为什么就突然出来一个 没有吗 你看这个NT2.0 你花多少钱 人家3.0了 全息900伏 技术还更先进 价格还更便宜 这种不是很正常吗 你出一个新车 肯定要比老的车要更先进 这我觉得没问题吧 但是价格便宜很多 车也大了 他又不是一个品牌 就说他不是同一个品牌 蔚来他这个品牌 更乐道 他其实是属于一个高端和中端的一个品牌 就大家定位不一样 你不能直接这样去比价格 定位都不一样 人家还更新 人家还更便宜 还更新更便宜 是定位不一样 蔚来有大师兄这么好心态的车主 是他们的福分 不是 我发现有两个品牌的车主 都是很会安慰自己的 一个就是蔚来车主 我这回见识到了 另外一个是极客车主 极客不会 那是这一次实战顶不住了 之前你看每一次001升级他们的车主 就会闹一个晚上 然后到第二天就会觉得 也不是不可以克服一下吗 其实蔚来以前1.0到2.0的时候 他对1.0的车主那波福利我觉得是到位的 比方说你换2.0的车 然后你那些当时的终身的各种福利是可以移到新车上的 对啊 然后那个差价各方面他们给的价格也很合理 所以1.0车主他是愿意去升级的 这点是很好的 但现在主要问题是我觉得第一个它是更新的平台之余的 它是换的更便宜的子品牌 而且什么全系900伏这些 讲真很难OTA的物料的 没固定的 对啊这个也是有点奇怪 你看小鹏最近不是刚出那个Mona03吗 然后他们就说很多人会问 为什么Mona03出来只有车道宝石的没有自驾的版本 然后其实我问过小鹏这个问题 他们内部的人就说 因为他们的自驾就是他们那个纯视觉的自驾 要放在更高的车型上面去首发 就P7加 所以这回M03就不会首发这个版本 所以我觉得这个合理啊 你一个新的技术 哪怕你也会放到那些大众化车型上面 当你首发的时候你放在一个高端车型 但这回未来不是哦 就是虽然说这个平台 我是在ET9上面去首发的这个平台 但量产现在马上要出来的就是乐道L60 我觉得其实我不说要帮未来说话 就客观来讲 你是帮自己说话 我明白 为自己话出去的节 兜一兜 其实是这样的 我觉得其实这里面会有一个误区 就是说因为刚刚你讲的小鹏也好 包括极客也好 其实他们都是同一个品牌里面 不同车型在这种迭代的时候会出现 或者说新车型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技术上的 一个就是新旧的问题 对啊替代的问题 但是现在未来指的是说它未来 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集团 可以这么理解吧 未来指一个集团 然后其中一个品牌叫未来 就像我们大众大众也是一个集团 然后大众集团 其中一个品牌叫大众 它也有奥迪 然后也有什么一大堆 比你再高一点 一大堆品牌 其实我按照我的理解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未来它这两个品牌之间 其实它是有很明显的这种定位的差异的 然后只是说它问题 为什么现在会很多人去做这个比较呢 会觉得说可能车主会被刺呢 是因为它把最新的这个平台 像你说的它量产的这些技术 它放在了一个新品牌的一款新车上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未来好像有意为之的 肯定是有意的 别的品牌 不小心的嘛 你看别的集团 别的集团他们要出一个 比如说副线品牌什么的 它会换一个负责人的嘛 但是你看乐道有时有奇迹中啊 都是礼宾出来 给他说话的 反正我看的就这样 然后各种舆论上面就会不断强调 乐道就是跟未来一样的 也可以换电 因为你看未来最核心的一个体验点 就是换电嘛 乐道全面支持换电 然后乐道用的是跟未来一样的平台 一样的技术 所以就像我这种非未来车主 才会有这种感觉 主要就是这不就是一个更加先进 更加便宜的未来 那你会觉得买乐道比买未来更划算吗 敢听啊 不是吗 这就对了嘛 这种性价比来说好像没问题 因为你同样20多万 你买未来SUV你首先买不到 对啊 二来四它空间大致又有新的什么平台 架构900伏 你好像又又支持换电 你好像没亏的 我买乐道 而且没有激光雷达 但又能支持城区跟高速的NOA 什么城市无图它也有啊 听起来好像乐道赚大了 所以那为什么还有满未来呢 不是 其实怎么讲呢 未来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体系了 说回刚刚你刚讲的问题 其实乐道是完全另外一个负责人在负责 礼宾相当于 有点类似于像丰田 丰田张兰 他负责整个丰田集团 你不管是那个萨斯还是丰田 都是他出来讲话对不对 但实际上他们每个品牌的掌门人是不一样的 所以乐道掌门人是叫 那个乐道铁城嘛 铁城 他名字就叫铁城 OK 对 然后他以前是那个迪士尼在中国 就上海那个迪士尼 他的筹备的一个主要的负责人之一 对 那么有意思呢 对 然后现在蔚来品牌的总裁是秦丽宏 所以其实现在蔚来品牌和乐道品牌的负责人 其实已经分开了 很明确的分开了 对 他们的总裁是不一样的 对 只是李斌他是因为这是整个创始人 就蔚来这个汽车集团的他的创始人 所以无论是哪个品牌 包括饭店什么都是他出来讲 是这个意思 对啊 因为老是见到他 对 但问题还是回到原来那个 我理解现在的未来 他的硬件啊 比如说4Oring啊 机关雷达啊 包括你说换店的各种服务的权益 肯定是会比乐道多的 乐道享受这些权益可能要花钱 但是还是没有解决那个问题 就是乐道拿了这个最新的平台先量产了 对乐道用户来说我觉得是个好事情 他先享受到未来集团 你刚说的这些研发的成果啊 一些结果的东西 但是对于老的未来车主 我就不知道说到时候集团内部 有没有一些权益的补偿啊 或者是分割啊 比如说你都支持换店对吧 但是你是不是未来车主会有优先权呢 或者说乐道的车去换店价格啊 各方面就有没有这种权益之间的分割呢 因为这个政策不是我定的 就我们都就是差一想 按照我之前了解到的一个信息 其实你说这种优先其实是没有的 包括换店 其实大家下单 其实都都是按照先后顺序来排 并不是说未来车主会比乐道车主要有优先权 其实这个我是从来没有听讲 没有听说过有这种事情的 反正都是先到先得 但在换店站上面呢 因为它是在技术层面啊 乐道是不支持 就一代站和二代站是不支持乐道换店的 对 因为一代站呢是要整个车升起来 对 然后二代站呢 它也是一个包括它的下面换店的那块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就是说其实 虽然它都是用新的一个平台 但是它的螺丝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而且我听说就是乐道用的 电池包也是薄一点的 而且也是最新的 就跟现在未来在用的电池包的厚度啊 跟一屁股 它会薄一点 对 会薄一点 所以它电池是不同用的 它的螺丝位置固定的位置也有点不一样 所以只能三代站和四代站来换 所以看未来的车 就是反正未来的站我都能去换 但是我开乐道的话呢 我就只能去三代站或者四代站去换 现在主要是四代站 因为三代站其实只建了一年 它的数量还是比较有限的 那这个影响会不会很大 就会一代站二代站的数量多吗 其实已经不是很多了 有些老的一代站已经淘汰了 据我所知就一代站是逐步在淘汰 或者有机会升级成二代 但在城市里面其实二代的占比也不低 就三代站因为才开始做一年嘛 而且三代当时我据说绑定的有一些闪充超充装的 所以它对区域那些变压器用电负荷各方面基建是有要求的 就不是说所有的二代都可以升级或者建成三代 所以理论上来说三代站的占比或是覆盖面积应该不算特别大 暂时来说 所以如果买了乐道的话 就可能有时候看到明明有个未来的换电站 但是我就没法进去换 地图上可能就不支持你去哪里换 有可能 你的地图上 因为我们现在我们换电 它都是在车机上面去操作的 完全不用手机的 所以你在车机上面你就会能看到你在哪些换电站可以换到电 如果不支持的话你直接就不显示了 所以就还是要从车机或APP踩点 而不是说肉眼人踩点 就人看到的不一定合适他用 是这么一个逻辑 这就找到一个了 就开乐道跟开未来还是会有点不一样的 其中一个点 就是换电站的数量其实是少一点的 而且还有可能是在 目前是这样 因为换电站以前都是在一些比较核心的程序先建的 然后往后再去覆盖的外面更广的地方 所以有可能在一二线城市的这些核心程序里面 看乐道就没那么方便去换电 不过刚刚聊到这一点 因为乐道全系自研900伏 可能也会鼓励或者是引导乐道的用户 去旁边的超充装去充 就未来自己的装去充 然后未来用户可能就更乐意 他有权益 可能没用完的 什么终身免费换的 他们就去乐意去换了 我觉得这一招很绝 也是有道理的 你想因为乐道要换电是要额外花钱的 那他觉得我反正900伏可能十来二十分钟都搞定了 我干嘛再花额外的钱服务费去换呢 而且其实你知道对于买车的很多人来说 其实这个900伏也好400伏也好 这个技术不会带来什么很明显的感觉 但是 充电的时候 身份的认同就能带来很明显的感觉 你看我开未来的 我就可以三分钟换个电 我在旁边敲我的手车自己进去换电 你开个乐道的还要自己去拔个枪 那个枪那么多人摸过 不知道上面有没有死人掉 你从这个角度又好像是的 因为你知道有很多网络游戏就这个套路的 免费的用户我给你玩 我随便给你玩 你会有装备 但你的装备一定是很大的装备 付费的用户客金用户 那肯定是金光闪闪的装备 你九十九级都打不过我一下子打死你 才会有那种认同感 所以说现在BBA才是杂牌电 你一百万个便士又怎样 你不是同步网友车在那撑桌 你不是临着鱼在那扛窗 我未来我多方便 没有人也没关系 自己倒进去自己换 这体验是不一样 确实这是一点 而且我前几天我跑了一趟高速 就在广东省有一个很著名的服务区亚瑶 就在广东省 好大的服务区 那个地方有国网的装 有特斯拉的装 然后也有未来的换电站 然后我那天真的是经过那个地方以后 已经可能现在还是小孩放假 对然后很多很多车 然后特斯拉和其他的电车都在那里排队 我简单数了一下当时排应该有差不多十来台车 但是我开过去的时候他一看我是未来 他就管理的那个人就过来问我 你是充电还是换电 那我说我说换电的 然后他说那你不用排队了 直接从前面入口进去 然后就不用排队直接就换电 几分钟出来就走上了 这种身份的感觉就来了 对所以其实以后可能乐道一样是可以的 就是他们只要有这种三大战或四大战的地方 他们一样能享受到这种服务 当然你说他要不要花钱 或者说他花的服务费会不会跟未来不一样呢 我现在还不知道我也不了解 我就刚想到这个 就如果想让未来的车主更加有那种 就高端的感觉的话 那理论上应该让乐道多付点钱 那因为你买乐道的人肯定就是 就精打细算一点的吧 因为车价便宜嘛 那这些用户他们可能就会算的 那我换电的钱如果比我充电的钱贵一点 我宁愿去充电我有时间 对啊那这样子的话对于未来车主来说 就是嗯果然买未来是不一样的 钱没有白花的 或者会不会有反过来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乐道的激素越来越大的时候 他们把原来未来享受那些电池都给换走了 然后搞到未来车主要排队了 他就不爽了 我等你看我30多万 搞到还换不了未来的电池了 对也是他不通用 是他不通用 这些呢你看一个战的问题 一个电池包的问题 所以虽然乐道的架构是支持换电 但是他实际场景上能换的场景不多 对可能会真的引导乐道的社主去充电 对你看现在我们拿四代站来讲 其实四代站一共有23个电池仓位 就可以放23块电池 对那如果按照现在 我去很多这种站换电的时候会看到 大概75度的电池可能在6到8块左右 然后100度的电池呢 现在大概会放3到5块 那所以其实现在加起来才放10几块电池 一半都不到 一半左右 对还有一半是空出来的 那空出来的这个我自己猜测 它是可以灵活调配的 就是说如果在乐道早期那个量还没那么多的情况下 它可能就多放未来的也无所谓 或者就这样的空着就空着吧 对也无所谓 但等到乐道的量一起来的话 如果它就放10几块电池 那其实已经可以满足非常多车主的这种用车需求 你现在未来 未来现在也已经几十万辆了 对不对 对吧 那你乐道至少也得有一个一两年才有这个量吧 对对对吧 可以这么理解吧 而且一两年之后 你的换电站数量要多好多了 嗯 对吧 是 对啊 现在未来他已经讲了 他要做线线通 线线通就是说是全国的每一个 线级的行政区 都要有充电桩和换电站 那这个他们现在是到2025年底就要做完这个事情了 嗯 对啊 那你想想我每个线都有 全国是有2000 好像是2500多个还是2800多个这种线级的行政区 嗯 所以等于我之前问过 就是说大概是需要全国啊 大概要有5000个以上的换电站 那其实也就意味着未来要压更多的钱 在电池上面 对啊 而且他两套你看未来的75度跟100度跟乐道的电池包是不通的话 不通的 对啊 其实对他们的成本也是高 他等于要额外多投放一套不同尺寸规格的电池包 对对对对 对啊 而且那个数量还要一下子那么多 是哦 哦 那看来做乐道这个事情的成本真的不低哦 哇 所以靠乐道赚钱赚物料钱可能也要最后还在其他地方 还能赚回来吗 啊未来卖那么贵的赚不到钱乐道还能赚到钱吗 这个赚就留给李B去算了 我也帮不了他 哈哈哈 反正他觉得能赚钱就好了 那乐道会不会跟那个未来一样 也会有租电的服务呢 巴士 肯定是有啊 据说是有的 现在不是说十几万买 什么青春版 未来买乐道 就是因为他预售是21万多 然后大家就算阿巴士的话 那就一下子就一字头了 对啊 因为现在我们像75度的电池就减7万嘛 买车的时候减7万 嗯 那如果他现在他以后60度的电池 那你怎么也得减个5-6万吧 可能差不多 那就16万 减5万都已经16-7万了 对 因为他是磷酸铁锂的电池 嗯 对 他是纯磷酸铁锂 我们现在是三元锂为主嘛 所以他磷酸铁锂可能会便宜一点 哦 对 所以可能他60度的电池 可能减个5万块钱左右吧 可能甚至可能还 嗯 还不行哦 因为铃酸铁锂你现在真算成本的话 65度电大概可能啊 4万左右 加上电池包 对啊 那看他看未来怎么操作 就如果 如果未来是想乐到这个车卖的更好的话 那可能他会补贴一点 减多点 但如果他精打细算的话 就真的我成本多少就减多少 那可能还减不了那么多 因为反正你80每个月收租嘛 这个有问题吧 还有那个每个月的租金 每个月租金 对 那如果买乐到的话 那个电池的租金会多少 我不知道啊 也是推算 你不要把我当做礼品 这样问我 也是推算嘛 对啊 未来减7万一个月 七八百的话 那他减5万 那至少 可能也就5600 5600 5600是要的吧 对啊 5600 其实跟很多油车 其实会比油车加油便宜一点 不过这个比仗不是这么算 它是电池的租赁服务费 不是电费 对啊 电费还另外刷 还有额外的电费 对 这个要到时看他们的那种权益 是 因为这个权益在未来的体系里面还是蛮重要的 对 你像我这样 因为我是有免费的那个换电的权益的嘛 嗯 我是有六次 那我等于我每个月这七百多七百二十八块钱的这个租金 是已经包含了这个六次的电费 75度电的电池是吧 对 六次的电费和服务费 这六百块钱的电费 等于我每个月的租金值一百多块钱 嗯 但后来就没有这个权益了 对 因为后来的未来都没好像没了这个权益 没有这个权益了 但他会以什么买四送一的这样一个服务给到你了 就他有一个的一个优惠打折这样的一个性质 那所以现在买未来的朋友他们去换电 其实五度电一次的话 你算上那些优惠可能也就是要 六七十也是要的吧 六七十块钱 差不多 就跟充电差不多其实 对啊 一块钱一共电 可能比充电便宜一点点 就看高峰期还是低峰期 看你高峰期 对 对 对 要看电价 对 对 那这样这样算下来其实买个乐道还挺划算的 所以我之前讲过就是说 乐道他们想这个车要卖的好的话 他这个权益的设计非常重要 就到底这个该怎么玩 对啊 对啊 因为他有很多不同的玩法 嗯 好 说起权益 那未来还有别的权益的吗 不但是换电吗 那这些权益就比如说进牛屋啊 还有他的服务啊 乐道进牛屋 进不了牛屋的 这个已经公开讲了 这个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给钱都进不了 应该可以这么说 应该给钱 其他车主给钱都可以进 为什么乐道给钱不能进 其他车主给钱也不行的啊 车不能进的人可以进的啊 我说我找朋友 我朋友是未来车主怎么做 他不行的 因为他进去的时候 他必须要少你那个二维码的 他少你APP的二维码 你必须要是车主 或者说共同用车人 就等于别人可能两公婆 对吧 他有一个共同用车人 就一般人只能在下面展厅看看车 就上牛屋就不行 对 牛屋要单独扫码的 就给钱都不行 给钱不行的 那我觉得 如果给钱行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下次结大师兄的二维码下来 我们会上去 偷偷拿了手机把他截掉了 对他就有二维码 对他就凭那个二维码要扫码进去 对 但是我觉得给钱进有个好处啊 就别的品牌车主你可以 可以就是感觉到未来这种服务的价值 给钱都买不到的东西才有价值 不是这样的 真的就比如说我昨天刚刚从金融坡回来 然后我去那个休息室 那如果是金卡的话那免费进 但他也写的那个价格的就如果你给钱的话 是239码币两个小时 那你算下来的话就300多块钱 300多块钱 不过我讲这个逻辑不一样 第一是你给钱进的话 未来车主肯定不爽 就明明是我思想独享的空间 你现在变杂了 第二是作为用户来说 我给钱去星巴克去哪里都可以 我干嘛给钱进个牛屋 所以其实不会有人给钱进的 所以人家觉得这个服务很贵 既然是这样就更加不要开这个口 让未来车主觉得这是我思想的空间 对啊 开了这个口 就像刚刚讲的 就是说能有钱买到就还是有一个价 但是你有钱也买不到 才值得吹 对啊才能吹嘛 又对我 你别管进去有什么服务有什么体验 就是就挥在那里 你给钱都买不到 反正为了都是这么多不账罪 是不账罪 开放我也账不了 我干嘛开给你 所以乐道那便宜几万块 就主要便宜在这里 而且从管理的角度来讲 因为你每个车主都扫码进去的 你相对这个空间是比较安全的 因为现在有很多车主 他是直接把小孩放在里面 自己跑去逛商场 建超多这种 直接当托儿所 或者真的就把孩子暂时就托管在那 他有专人去带的 对啊 他很放心去办事 对啊 所以如果你说你只要给钱进来 那你说的不好听的 你的骗子你都可以给钱进 对不对 你夸两三百块钱进去带走一个小朋友 那怎么办 这个责任谁也付不起 对吧 对那骗子也可以二三十万买台车进去 反正我要骗我干 那就好追踪了 对啊 因为未来车主的信息全都是公 对啊 也跑不掉了 对啊 又有道理哦 对啊 对啊 零屋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你已经问过了 不过这样聊着聊着好像突然觉得未来的那个溢价是值的 有道理是吧 有道理的 什么那几万块反而好像不划算了 就如果花得起钱的人来说吗 对就其实按照我的理解不仅是钱的问题 就是这个有时候是你的个人需求 或者使用场景的问题 场景体验需求 因为像我认识一家朋友 你包括阿珊 阿珊当时不是也买过ET5吗 但他从来基本上没去过牛屋 或者说他也没享受过这方面的服务 所以他换掉了 对啊 对他来说 这个场景的优势就不明显 对 就是有有些人其实或者说平常工作非常忙的一些人 他可能真的不需要这这方面的服务 或者说他对这个服务的依赖性比较弱 所以对于这种朋友来讲 其实他真的可以 就说选择乐道 就是他纯粹是冲着换店去的 对啊 他可能对这个品牌也没有说特别的一个什么特殊的批号或者喜好 对啊 那他就买乐道就纯粹非常实用 可以换个店 那这个也就更便宜一点 很实在啊 对啊 对 所以这个只是需求的问题 我觉得真的是需求问题 好那品牌我们就大概了解到这里就OK了 我觉得然后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车的一些信息 L60这台车 说实话车这个我看过外观那内饰我自己没看过 但现在网上已经有官图已经出来了 也有很多的小道消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从官图我看出一个细节就是未来以前都是竖屏方案的嘛 现在乐道是横屏了大横屏了 所以理论上可能系统是不一样的车机系统操作系统 现在竖屏了咱们叫白眼嘛 然后也开始有很多的进化 那到时候航屏的话它会叫什么呢 应该不会叫白眼的嘛 不叫白眼的 高端的叫榕树 那低端的叫株树 他们是有这么的 蚂蚁森林 它们有这样一个命名的逻辑了 它们也是挺有意思的 就是未来的车机系统都是以树的名称来命名 对包括最早的什么 Alda 阿斯本 然后到巴安眼 巴安眼就是绕点灵平台的 它叫巴安眼就是榕树嘛 然后如果是乐道的话 它们是用水果来命名 水果 哦就树就大一点 果就结果 Pocoduct 是吧 Mangos 也有这个传闻 Cedalberry 而且就听说 反正小道教育可能说是C字头 英文是C字头 C字头 C字头就是C 不知道 反正是他们是单独一个命名的 对 未来还是用树来命名 包括ET9 ET9也是用了横平 对 我没有留意到 ET9也是一个横平的方案 对 那ET9那个呢 它就是另外用回一个树的名称 但它现在也还没公布的 对 在乐道上面是用另外就他们说水果的 但之前也问过 因为虽然乐道和蔚来的ET9 它都是横平的方案 但是具体的系统的功能 还有一些一些细节会有不一样 对 那这个有点意思 你看都是未来搞出来的 那为什么还要搞两套不一样的呢 架构底层架构硬件是都一样的 那你觉得雷克莎士的车机跟孟田车机一模一样 对也不能这么说 Mona的车机跟小鹏P的车机也不一样 560%的车机之后就移交给小鹏P 因为他小鹏P是整个车 连软件硬件一起买回来的 然后就在滴滴的那个 所以它那个车机做的很好 你不觉得吗 单屏幕来说功能算切分的OK的 其实这也挺好 其实我们为什么会聊到这里 我们不是在聊乐道 我在想不是在聊乐道 那个水果啊什么树啊 那个车机 我来帮你到外面来看 其实这会出现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以前讲用车机的迭代 包括它的就是后续的一些迭代升级 和它的通用性 对吧 如果像Mona这样子 它我不知道以后小鹏的车 会用哪一种的车机 或者说Mona系列的车 他们内部说呢 这个就跟腾讯的赛马机制是一样的 就如果Mona这个车机受欢迎 那以后就会把它慢慢的 把它的一些特征 给拿到他们的天机系统上面 但它只是特征拿过去 但是它底层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可能就迭代掉或者是替换掉之类的 但是Mona没有用天机 Mona这个没有用天机 因为Mona的底层是滴滴做的 对啊 所以就等于它现在是存在于两套 不同的系统了 所以未来跟乐道是不是也是这样两套 我们有这个猜测吗 对啊 不是 其实不是 他们之前AI Day的时候 他们已经发布了叫做新的SkyOS 就新的他们的未来的这套系统叫SkyOS 它是一个统一的底层 但是它的统一的底层 统一的架构上面 它会根据不同品牌 因为它之后还有第三品牌 它会根据不同品牌的这种定位和特性 会你在界面上看出来看到的东西 或者它的一些功能是不一样的 但它的底层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所以乐道那个是米UI吗 就有点像类似于安卓 你有点安卓 安卓你有小米的UI 有Vivo的 有OPPO的 有魅族的 对有魅族的 你可能看上去都有点类似 但又不太一样 但是底层都是安卓 其实在未来现在也做它那个SkyOS 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以后 这个 一位以来品牌的车 还和那个乐道品牌的车 其实都用这个SkyOS 对包括可能它现在做的第三品牌 那个萤火虫它一样的用这个SkyOS 那所以像你的Neo Phone 你的未来手机在乐道上面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用的 有没有可能对有互通互联 对是的 那些功能应该都还能用 你包括像APP的积分都是打通的 对未来的积分跟乐道的积分是打通的 就乐道可能独立APP 但是积分账号那些内容是通的 对的 是的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你就看到 它其实有很多底层的是互通的 但这个又让未来觉得没那么高端了 你买个乐道你都可以用我未来商城的东西 享受我未来商城的服务 没有啊 你要到未来的那个价格来买的吗 同一个水杯可能价格都不一样 我觉得就像换电那个一样 只要不影响到未来本身的体验的话 其实还好 就你不要造成我原来用户的那些权益的兑换的 什么挤兑挥挤 就搞到我没得用 那就不爽了 如果大家共用其实我觉得还好 所以以后如果未来上层 比如说出一个什么爆款的商品 然后乐道的用户 把它全卖光了 抢光了 抢光了 溜峰三代被乐道抢光了 未来车主买不到 但对于未来来讲 这也是个好事情啊 对不对 你就说我们未来车主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你会有感觉怎么样 不过他应该不知道 作为车主鬼知道抢光是谁抢光了 对啊 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但至少你那个东西卖的好 就说那未来他自己第一能赚到钱 是不是 那第二未来他就多给给些货 这个东西又不是什么很难保的东西 主要是摊研发成本 像什么车机啊 平台这种东西 你出一个便宜的车少点权益 多卖一点 那就把那研发成本摊掉 而且他现在像900伏平台这种 反正他都他都做好了 对啊 未来以后第三平台 我就说假设下一代的ET5 下一代的ES6 那就是NT3平台 就是900伏 就是可以换电 那没问题啊 到时候价格就更贵嘛 问题是你比一个低端品牌的用户 更挽用到这个最新的技术 其实我至少我先拿我自己来讲 我基本上没有去充锅电 对啊 所以其实你说他400伏和900伏 对于我来讲是无所谓的 无感 对啊 对无感的 而且未来现在他会布很多新的 换电站嘛 对吧 现在 呃 换电站这个 你用过真的回不去 对 我当时长测那台ET5 我也是开过嘛 跑长途之类的 嗯 逻辑真的不一样 你完全不会用其他地图APP 看充电桩了 完全就是用 对 你有自己的APP 然后像跳跳棋一样 我看这趟旅途 哪个沿途换电站方便 我就沿着过去 对了 完全是另外一套补能的体系了 所以确实400伏跟800伏 你说键盘啊什么 你说这方面就不说了 这些是虚的 但实际用车体验真的没太大差别 对 开未来是习惯 而且他整个你像去充换电的 他的你的操作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你看像如果开充电的车 我们肯定是从APP 或者什么高的地图上面去找那些 哪里有充电桩 对 然后去到那里再看看这个桩 要下什么APP来付费 然后还要注册 然后这个那个 未来是不用去到那里 未来我们直接是不看APP的 我们是不看APP的 我们就在车机上面选的 好 你用车体验是没毛病的 但是你未来是一个高端豪华品牌吗 那豪华品牌肯定要技术上面要有 荣与有浪费啊 那现在搞的我用个400伏就好像刚刚好够用那样子 一点技术的荣与都没有 人家4颗Oring 乐到可能就1颗 对有激光雷达 有激光雷达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去拼硬件的话 你有激光雷达有4颗Oring 然后像现在的这些车 它有CDC或者有空旋 什么7.1.4声道这些音响 对啊 然后氛围灯啊 这些肯定会有一些硬件的差别 对啊 你包括可能车的用料 肯定也不可能一模一样嘛 对这个很实际啊 有话你不可能花十来万买了一台 就只是外观不一样的蔚来 我觉得李斌做生意也不至于这么笨 就可能这个逻辑会回到传统车定义豪华 跟终端一样 就可能靠硬件靠用料了 你说什么软件车机啊什么 我包括语音可能乐到也是跟蔚来一样 用那个大模型 大模型 大模型也是一样的 AI那些上车 大概叫某个Nomi 可以叫某Nomi 就是少一些 在乐到上面的小助手也会叫Nomi 那不叫Nomi 要换个名字 叫Nomi 叫小米咯 不叫Nomi我叫小米咯 Ginney Boy 是另外一个名字 我问过了 是另外一个名字 但好像现在不能说 你不说嘛 你把它念出来嘛 你把它换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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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甚至反正另外一个名字了 就反正只是没有那个头 它的语音 其实语音交互 其实可以说是同一套东西 好我不纠结那个 我不纠结那个了 那聊一下那个支架可以吧 就乐到上面的支架 会是什么水平呢 这个其实我也挺好奇啊 你看至好它是很多这种支架的 对啊 现在都很多就开始 是不要激光雷达了 对吧 它一样可以实现重区 实现这个高速的MVA 像乐到我们网上八卦回来 基本上就单All-Rang X的芯片 加一堆800万像素的摄像头 加一个4D毫米波 然后它就组成了一个 可以支持高速的 以及城市无图的领航了 讲真这个能力的交付 已经是部署那些什么 三四All-Rang啊 激光雷达那些车了 单All-Rang X 加视觉 加4D已经有城市无图了 关键是有4D毫米波雷达 其实这个很重要 跟小朋友Mona M03一样 我等于又回去了 又回去了 Mona有4D毫米波雷达吗 好像没有它是纯视觉 就是没有嘛 其实4D毫米波雷达 它最早的初衷就是用来带激光雷达的 像几月上面也没有 几月从头到尾就没有激光雷达 Tesla也没有 纯视觉可以搞定 所以其实这个也算是一种荣誉 所以像你们一直都说 其实激光雷达的东西 你说它拿掉就一定要有吗 其实也不一定 但它绝对是一个荣誉的东西 什么叫荣誉 就是在斗拐雨 就是豪华 豪华就是浪费 就像你花钱一样 如果你每个月的钱 你也够用 那就是够用 但是什么是富豪 富豪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的钱 又不完放在那里 那才叫富豪 对我的万宝龙钢笔上面的 那一个猩猩没有鬼用的 但是就是因为那个猩猩 那只比贵的好多 对啊 像那些马老师说 我都不缺钱 对钱不感兴趣的 对吧 都只是放在那里的 对啊 它都不花 这才叫荣誉 这才叫富豪嘛 所以L60也是会有一点荣誉 就斯蒂昂米波雷达 我觉得 应该荣誉的不多了 主要是它只剩下一颗欧鱼 对 这四颗欧鱼1000TOP 跟一块欧鱼254TOP 还是有差别的 不过我好奇一点 乐道这个定位终端 它第一台车为什么要做这种 溜背式的中型SUV呢 对啊 我也觉得奇怪 要么就轿车 就为了操控 要么就正经的SUV为了装载 它做溜背跨界 溜背的话就影响到尾向的空间 其实不那么实用 一开始我们也这么看的 但是它的空间真的一点没问题 那是因为本身尺寸大吗 你车体宽是一码式 头部空间是一码式 其实你溜背主要是影响 是头部的空间 头部跟尾向 就第二排的头部跟尾向 但是现在看 我们就是从外面去看 包括真正体验过的人都讲 其实空间真的没问题 体验过的人里面 有没有像志豪那么高的 你或者Alex这么高的 就老板体验过说空间大的话 我觉得没有什么说服力 他空间应该是没问题的 因为李宾自己他做过进去 因为李宾其实也很高 李宾是 对 李宾应该可能 是不是应该比Alex 有什么1米8 对比Alex高一点 没有吧 我不认 OK吧 反正也是1米8 他也很高 就主要是想一个是空间问题 第二个是传统消费者接受度的问题 那常规SUV接受度 或者市场的用户量 应该是大过这种溜背跨界的种类的 这个也是个问题 如果他纯粹想赚钱的话 其实可以更 讲没有节操一点 或者更没有这种设计追求一点 我就做个四平八稳的SUV 可能接受度用户量会更大 不影响他什么3.0架构这个 其实有一阵子 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 应该是一几年的时候 有一两年 中国是出了很多这种跨界的 Coupé型的 像长城也出 广汽也有 广汽也有 绝世Coupé 长城那是Coupé 出了一堆这种的 然后就没有了 就没有然后了 然后就没有 真的是不接受这种 这种Coupé型的SUV 有点销量毒药的感觉 对啊 还是印象比较深刻 其实那时候他们是走另外一个 一个 军队老国金 我觉得他钻的牛岗金 有乐道是吗 不是就以前那些油车 以前那油车 他们做这种溜背 他们在底盘调教上面都是 都是要强调偏运动的 很奇怪的 因为就是欧洲车都是这样的 你看奔驰宝马那也是这样的 就X4X6 GLC Coupé之类的 其实他们Coupé都是 往这个运动向来调的 那他这些国产车 在做的时候 他们也按照这种逻辑来做 但实际上你说中国的消费者 对于这种车来讲 肯定都是追求实用的嘛 追求大空间 哪有开着一个Coupé的车 就是说这种Coupé的SUV 去讲求什么运动操控性能 这个逻辑本来就错的 所以当时其实很多车 其实做不下来 但现在他其实这些车 都是肯定是往舒服来做的 就舒适取向的 那如果空间没问题 舒适性没问题 那只是说 我外形上做了一个 像比较动感的溜背 我觉得相对来讲 大家会容易接受一点 对因为他只是一个样子 只是一个好看的样子 但不会影响它的实用性 不会影响它的舒适性 那why not 这个我没有发言权 我没有见过时车 你以后有见过时车 没开过 时车我倒是在下车的时候 看过一台谍装车 就是微转装 你这回在出发的时候 其实蒋真没想象中这么SUV 那种大的感觉 因为他6倍显得很修身 其实甚至远看你会以为 这是不是个先辈的五门那种轿车 就不像是传统意义的那种SUV的感觉 对 其实因为我是看过那个实车的 我觉得它的整个轮廓造型还是挺好看的 比照片上面可能还好看一点 对比照片可能还好看一点 对这个可能以后就听众们也可以自己再去看看车 对 那现在对于这台车最后的悬念就是它开起来怎么样了 还有价格还有权益 对我觉得这三点是非常重要的 但开起来如无意外 就是又有很多小道消息 但其实基本上大家都是同样的一个取向 就是觉得它肯定是一台舒适的车 因为它很强调就是以家用 乐道什么的 你看它每次都有很多什么小孩子 去什么一起去玩这种 所以你肯定看的是一个非常实用的车 非常舒适的车 对它绝对跟操控什么完全沾不上边 现在主要是纠结质感 对反正都是舒服的 都是绿震什么比较舒服 但是给人感觉是散的还是扎实的 就类似啊 这个方向性的东西 包括它这个底盘 它到底跟未来的车 它的在这种底盘质感上面 到底有多大的差距呢 或者是会不会甚至更好呢 其实这个我也不知道 我没开过 嗯 对啊 有没有小道消息一件 透露一下啊 因为舒适性这个东西 舒适性这个东西真的见仁见智 可以这么讲 但是说我收到小道西 但是不能说 哈哈哈哈 你们两个猜 我不摇头就对了 哈哈哈哈 看我的眼神 看我的眼神 哈哈哈哈 对 其实这个真的是 呃 不好说 不好说 但呃 听说哈 这个还是不错的 嗯 比较不错的 舒适性各方面还比较不错 嗯 而且它屏幕还比未来多 我前面那个横屏面积大一点 后面还有个小屏幕 有点像特斯拉 特斯拉那个 就特斯拉包括几月啊 后面那个出风口那个位置 还有个小屏幕的 哦 对啊 对 那它那个小屏幕是用来干嘛的 呃 如果从官图上面看 它是可以看视频 就是除了可以调空调啊 至少对 空调啊 可能多媒体的音乐 切个歌啊 什么大响声啊 正常那些条件 那就跟特斯拉那个真的是一样了 其实基本就是用这些功能 它好像那个面积屏幕的面积好像比特斯拉那个好像还大一点 它车大嘛 对 它屏幕大一点 后面也大 对 它这个屏幕跟前面的那个屏幕是独立操作的 就是说后面看的这个视频跟前面的是不一样的 哎 那它车内的那个智能座舱的芯片用的是什么 现在公布 8295 8295 对这种就标配的了 没在讲 而且我看高配有个官图是副驾还是后排 好像副驾是有零重力的 就是可以完全躺下去的 那种很未来嘛 它是靠背直接放平 对 它官图好像没有女王座椅 不是女王 但是就是躺平的 不一定是女王 因为女王可能带一个腿拖那些东西 没发现有腿拖 但是完全躺下去的 就是那个靠背往后可以跟后排的那个坐垫是平起的 青春版的公主座椅 有可能你是坐在后排公主座椅 我车上带着个公主哦 公主请上车 反正可以躺平嘛 公主请躺平 我听到的巨小道消息 就说躺平之后的那个后排的屏幕 可能就可以当前排娱乐屏的一个遥控器之类的 就不说简单的调控调什么 就你躺在后面 你不可能再爬去前面 或者就操作前面 这个好像是挺好哦 如果真的话 所以就说新的架构 背吃到老的未来用户嘛 老的未来就背有这种功能了 我又不做后排 他说我又不是公主 对 但是他能够放平这个 因为ET5真的没有 那你是轿车嘛 人家SUV空间灵活 便利性还是多的 对 就是他的舒适性 我觉得会考虑的更多一点 所以还是以家庭啊 这种出行的场景 实用为主 所以很多人就会把这个L60跟S6去对比嘛 也有可能 未来有的车主 或者不少是那种小两口 或者是单身贵族 那乐道可能真的是要注重空间啊 家用的那种感觉 对 对 然后他这个 官图上面他也有一个信息 反正他乐道L60 他那个是一个全景的天幕 嗯 他那个天幕好像比 未来现在的车都还要大一点 没有遮量连吗 好像没有 没有 哇一个SUV 没有遮量连 他没有那种电动的这种遮量连 还是商城自己家的那种 自己几个卡表会 哦哦 他商城一定有这个配件的 放心吧 果然是没有未来高机 是 未来也是这样的 我认他也这样 SUV肯定有 不是 ES6有 ES6有 对啊 像我那他就没有 没办法你那他已经那么矮了 他就比较 在叫这样的谁能开 对 对 所以这么聊下来 也大概知道一些差距会在哪里 对对对 就是L60 很吸引 就虽然比起未来来说 确实是有一些核心点是差一点 比如说那些 就体验方面的牛屋啊 然后可能换电会差一点 或者硬件用料就没那么豪华 没那么精致 对啊 然后自家的硬件 要弄回差一点 但钱就花在道刃上了 这实时达在的空间啊 实用性啊 包括充电这种900伏新的架构啊 对 还有换电 什么车机语音啊 这些新的软件的能力 它都是共享未来的 这个能力的成果 对还有一点就是未来现在全系都是双电机嘛 四驱嘛 在乐道的话 它会有单电机版本 主销的车箱还是单电机 其实够用够用的 够用的 够用够用的 所以所以你没有发现之前就大家说未来一些 剁鬼语的业 为什么要搞双电机 对吧 为什么一定要搞激光雷达 什么四片Oring 就是以前大家觉得它剁鬼语的业呢 乐道上面就刚刚好了 就是给它的子品牌 唐生存空间的 不要卷死以后自己的子品牌 对啊 就是有钱呢 你就可以浪费一点 就买未来 包括很多人说 警导计算的 很多人说你搞个牛屋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尤其是如果我在二三线城市 我那地方没牛屋的 真的 其实我之前听说过一种说法 就是你们买未来的车主 就一线城市的还好 你可以享受牛屋 你可以享受换店 但一些就四五线的那些一线城市 对啊 我又换不了店 我又没有牛屋 但是我的车架里面是包含了这些服务的成本的 对 对 对 现在对于他们来说可以买得到 对所以他为什么现在要开始讲这个所谓的线线通 就是每个线要去做换链站 其实他做这个事情不是为了未来的 嗯 他是为了乐道的 哦 因为乐道他这个价格便宜嘛 嗯 他要覆盖更多的一个区域 更多的消费者 他要往下做 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换链站放到这个线里面 他以前我当时我们去采访啊 他们就李斌他讲了一个事情 就说如果说像一个小的县城 如果你说呃只是卖未来的话 他卖不了多少台车 未来品牌 那肯定 对 那就他就不可能单独为这几个未来车主去建一个换链站 嗯 对吧 嗯 那所以就变成了就一个一个就像一个恶性循环一样 你不建于换链站 我就更就没有人买 就不会买 更说服不了我买 那他那这样他去建换链站的动力就强了 嗯 那这样就会不但的带动大家去买乐道 可能当地有一些可能有钱一点的 或者说他需要这个高端车型的这些用物 他就可以去买未来 所以他为什么现在每个线都要搞充电都要搞换链 就是这个意思 嗯 我觉得他凶差才披衛自己来用 就会觉得哎 虽然乐道的车是便宜又先进 但是因为他们我们会有更多换链站 我们未来车主能享受到是不是 真的是啊 这可能就是未来这个一盘大旗里面的套路 就老车主又不会觉得个硬不爽 新车主又享受到他们的成果 其实这一点是真的其他的制度品牌或者很多集团 真的要想好的一个布局 因为现在很多车是在内部品牌之间互卷的 很贵不好的 对对对对 对对 因为你想想就按照乐道 可以想你想这个级别的车 假设一个月假设啊 嗯 按照一个月他卖三四千也不得了 我应该不止吧 我满大马上给他卖一万吧 我满大马上给他卖一万 价格到位应该是可以的 对对那一年下来也就12万辆 对就说一年10万台吧 一年10万台 一年10万台两年才20万台 但如果他因为乐道这个事情 现在换电站他要翻一倍 嗯 那你想在至少在这短期内 最大得意的肯定还是蔚来车主啊 嗯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有道理的 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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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他们钱都花了 对 新矿店的站的钱又不从他们身上掏 对又不用 多几个站给他选有什么不好咧 对啊 对哦 所以你说有什么被刺吗 真的没有觉得被刺 他们乐道卖的好 而且很多蔚来车主是这样子的 就是他可能自己开的一台蔚来 但是他如果给他的家里人去买多一台车的话 他又对这个换电很喜欢 那他就可以买乐道 嗯 对吧 因为你进入屋的 你有一台未来就可以进入屋了 有道理 你就可以享受所有的服务了 有道理 对吧 然后你买一台更便宜的乐道 作为平常的这些家里人的正常代步车 那不挺好吗 好吧 有道理 我觉得今天节目也可以结束了 因为本来我是想让大师兄觉得心里不爽 你就逼他说出来 哎呀吃买早 哎呀哎呀走机了 哎呀哎呀 结果呢 他还是这么开心 对对对 结果真的是挺开心的 油眼不尽 对油眼不尽 那这样吧 你既然那么开心你就请我们喝下午茶了 然后请我们去刘屋喝 不过在结束之前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你对那道L60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怎么样大师兄 少买啊 对少我们大家车帮买的那个马 对啊 然后就会有什么呢 就会有什么呢 可以了解这台车的一些细节 权益 包括我们后续其他KOL有出品的话呢 都会在这个里面看得到的 对 所以想了解的先进来了解一下情况 看清楚之后再决定要不要买 大家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的时候 应该老板的那个试车会上线了吧 是不是 哎不管怎样 反正大家少个码看一下吧 就关于乐道L60的所有信息啊福利啊 什么东西都在这个马里面了 第一时间放送给你们了 对了 可以持续关注我们 对的啊 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了 我们要跟大师兄去你屋了 是不是 还有狗狗啊 真的要了 走走走 拜拜 拜拜 看完视频 对这台车有更多问题想向我们提问的小伙伴们 欢迎在小程序搜索大家车 在首页点击选车就可以一对一找我们提问啦